2020年11月5日 在河北省邢台市龙瑶县的一家农村信用社里 一个70多岁的大爷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他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坐在他对面的银行工作人员大吼道 你说什么 我的钱怎么会不见呢 周围的人都被大爷闹出 出来的动静吸引住了全部的目光 有些比较清闲的人甚至围到了大爷身边近距离看热闹 银行的工作人员神情依旧非常平静 语气平淡地说 大爷您先坐下 是这么回事 您这个存折太旧了 所以当时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系统中 我在30多年前存进来的钱 一直没有取出来过 不可能不见的 你再仔细给我查查 大爷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 低声哀求着工作人员 这个大爷是谁 他在30多年前 到底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呢 这笔钱最后有没有回到大爷的手上呢 卖猪肉得到7000元巨款 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老大爷名叫陈振县 是河北省邢台市龙瑶县人 陈振县大爷出生于1948年的冬天 他们一家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陈振县的父母都是养猪的一把好手 干农活也很在行 所以一家人在农村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 后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 农民没有办法私私养猪了 陈振县的母亲就被安排去大队里养猪 陈振县经常跟在母亲身边 受父母的影响 小小年纪的他就掌握了养猪技巧 那个时候 陈振县的技术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发展平台 他只能跟着父亲一起去地里干活挣公分 后来陈振县如同村里的其他同龄小伙子一样 在父母的安排下娶妻生子 正当陈振县以为这辈子都会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他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父母那学来的养猪手艺发挥出来的时候 转机却突然出现了 1978年12月 国家通过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社会经济开始慢慢地复苏 后来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则认质 农民可以自行耕种土地 大大的提高了干农户的效率 其他方面的限制也慢慢开始放宽 陈振县顺应时代的潮流一边种地 一边盖起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猪圈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陈振县在自己的猪圈里养了五头猪 他很看重这几头猪 因为这是他施展自己才华的唯一机会 为了把这几只猪照顾好 即使再累 陈振县在干完地里的农活后 都会去山上割猪草 剁猪草 煮猪草 清理猪圈这些活都被他一手包揽 即使陈振县的妻子儿女想要帮他分担 也会被他言辞拒绝 陈振县有养猪方面的天赋 再加上他性格也比较较真踏实 所以陈振县养出来的五头猪质量非常好 卖出了很高的价钱 因为善于养猪 陈振县的名气渐渐打了出去 当地的饭店肉伤还专门找到陈振县家 想要和他建立起长期的合作 依靠着这门技术 陈振县让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他们家甚至早早地修建起了二层小楼 后来陈振县又和当地一家 发展势头非常猛的罐头厂 签订了长期合作的协议 1988年1月份 罐头厂给陈振县结清了前一年猪肉的尾款 那个时候罐头厂的生意非常好 陈振县收到的尾款就有7000元之多 7000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陈振县拿到这笔钱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手都激动的在颤抖 他把这笔钱带回了家 气死也被这样的巨子惊呆了 原本他们想要把这笔巨款放在家中 但后来又担心家里会有小偷光顾 那几天陈振县夫妻吃不香睡不着 也不敢同时出门 必须留一个人在家看着这笔钱 经过好几天的苦思冥想之后 陈振县决定把这笔钱存进银行里 交给银行保管 就算被偷了 银行也要负责任 1988年1月27日 陈振县带着这7000元 来到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到银行系统中 陈振县拿到的存单 依旧是工作人员用手写出来的 陈振县把这张轻飘飘的存单 拿回了家放在了抽屉里 随后就去忙其他事情了 后来我想把这笔钱取出来 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存单 我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据陈振县大爷说 因为忙于养猪 这张存单消失之后 他也没有多加关注 这件事情后来就渐渐的 被他遗忘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了 那么陈振县大爷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使他想起了这张已经泛黄的存单呢 32年后 许贤遇到困难由于事事亲力亲为 陈振县的身体渐渐的吃不消了 已经不能继续干重活的陈振县 只能放弃养猪 但是 他的儿子并没有学到他的养猪技术 只能选择外出打工赚钱 家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骤然消失 陈振县一家的生活水平也持续下降 虽然他们还有一笔存款傍身 但是日子还是没有以前过得风光自在了 最要紧的是 由于长期的操劳 陈振县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经常需要打针吃药 从2016年开始 年进古稀的陈振县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里住了很久 幸好陈振县的治疗费用 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报销 他们一家的经济情况才没有受到影响 为了报销部分医疗费用 陈家人在找证件的时候 把很多以往的资料都翻出来了 无意之中 这张当年怎么找都找不到的7000元存单 也赫然在列 不过 那个时候的陈振县身体情况依旧不是很好 他也没有经历理会这件事情 而他的妻子儿女们就算是有心 也没有办法代替他去银行 把这笔钱取出来 于是 把这张存单里的7000元钱取出来 仪式就这样一拖再拖 直到2020年11月份 陈振县大爷的身体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他也有闲心来处理其他事情了 他才再次想起了这张存单 陈振县拿着这张存单 来到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想把这笔钱取出来 由于这张存单的年代太过久远 在银行后来建成的互联网系统中 根本找不到记录 工作人员只能把这件事情 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后来 在银行领导的允许下 工作人员找到了纸质版的记录 但是 经过一番查阅后 这个职员却告诉陈振县 一个宛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他当时跟我说 账本上找不到我这笔钱的存在 我的钱就这样不见了 陈振县老人后来告诉记者 陈振县很疑惑 自己确确实实 在1988年到银行存过7000元钱 之后也没有把钱取出来过 那这笔钱为什么不存在呢 后来 陈振县找到了一个 曾经在信用社工作过的朋友 拜托他再帮忙问问 但是得到的结论是依旧没有变化 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这笔钱的去向查不到了 已经不在银行里面了 无奈之下 为了把这笔属于自己的钱要回来 陈振县老人 只能向当地的媒体 道来了求助电话 很快 记者来到了陈振县家 见到了已经微微泛黄 有些自己也已经比较模糊了的存单 但是 从这张年代久远的存单中 记者依旧可以看到 88年1月27日7000元等字眼 而且 属于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的公章 也完好无损地盖在存单上 这张存单的真实性应该不用质疑 为了帮助陈振县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记者陪着他再次来到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工作人员对陈振县的印象非常深刻 很快就回忆起了他前几天来银行取钱的事情 这张存单的年纪比我都还要大了 当时还是采用手工记账 我们指 能查到这笔钱不在银行里 如果要查之后的流项 需要上级的批准 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当时陈振县初次到银行取钱的时候 在他的同意下 银行也是把这张存单保留了复印件的 银行的专业人士证明了这张存单的真实性 但这笔钱的具体流项还有待证实 而不巧的是 记者和陈振县到访的时候 负责这一块的领导刚好出差去了 并不在银行里 工作人员留下了陈振县的电话 告诉他们第二天领导回来之后 就会去当案室查证 有进一步的消息也会及时通知他 几经波折之后 陈振县这张7000元的存单还有效吗 他有没有把钱取出来呢 找到这笔钱的去向过了两天之后 记者从银行方面得知了这笔钱的流向 根据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的档案记录 这笔钱早在多年以前就不属于陈振县 而是属于一个跟陈振县产生过经济纠纷的人 90年代的时候 陈振县的猪肉生意规模不断扩大 很快就到达了他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但好景不长 在市场的冲击下 一直是陈振县合作伙伴的罐头厂 因经营不善破产 陈振县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生意受挫后 陈振县继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后来陈振县舍弃了养猪事业 拿着家里的存款跟别人合伙做生意 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头脑 这次尝试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而陈振县和这个合伙人还产生了经济纠纷 对方对陈振县非常不满 很快就收集到了相关的证据 到法院去起诉了陈振县 由于证据确凿 陈振县也没有辩驳 法院就把这笔钱判给了他的合作伙伴 这些都是可以在法院里找到证据的 我们银行没有私吞这笔钱 这笔钱的流向非常清楚 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 记者也去法院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证实了银行所言非虚 在众人的提醒下 已经72岁的陈振县老人也想起了这件事情 他表示当时官司败诉 这笔钱是直接转给对方的 并没有经过他的手 所以他才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的 年纪大了 记性越来越不好 好多以前的事情都忘记了 以后还是需要把这些重要的事情记在本子上啊 陈振县老人对此颇为感慨 虽然这件事情到头来只是一场乌龙 但是他依旧非常感激媒体对他的帮助 后来 在记者的陪伴下 陈振县还专门到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感谢帮他处理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 他觉得由于自己的失误 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添了很多的麻烦 还差点误会了银行的公平公正 真的是很对不起你们啊 耽误了你们这么长的时间 陈振县老人对此感到非常后悔 工作人员也很大度的对陈振县老人表示谅解 还告诉他 如果家里还有这种年代久远的存单的话 一定要尽快拿到银行 来更换成存折或者银行卡 陈振县对工作人员的话非常认同 他觉得如果早早的把纸质存单更新换代 就不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了 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 陈振县决定在村里好好宣传这件事情 据他所知 还有一些老人固收着以前的纸质存单 没有把以前的存单拿到银行来更新换代 之后 陈振县自己出钱打印了一些传单 开始在村子里宣传关于银行存取钱方面的知识 2022年6月23日 当初为陈振县提供过帮助的记者再次去回访了他 此时的陈振县老人已经74岁的高龄了 但依旧精神绝朔身体硬朗 他告诉记者 经过他这几年的宣传 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都把很久以前的存单换成了存折 现在陈振县老人依旧在村子里进行着相关的宣传工作 他告诉老一辈的人 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点清现金 以免之后产生纠纷 如果在办理业务的时候遇到困难 也不要着急 更不要在公众场合大吵大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